昨天唐英年先生打出金融牌 找了任志光先生做支持他的人 还有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东盛 力支持他做下届特首 很多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支持唐英年 当中任志光赞到他有丰富经验的驼手 还有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可以领导香港度过难关的人 现在发现金融人士尤其是专裁外资行高层很吃香 现在可能会被唐英年或梁振英先生拉拢住 畅畅你是外资行高层瑞银港市总经理 我想问一个问题 究竟现在两位的唐先生和梁先生 究竟这两位疑似特首有没有去找你 如果他们找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像任志光那样 任志光说在影响他退休生活的时候 他会去给一些意见 他会去支持一下他 他会去献计 如果假设两位疑似特首找你的时候 你又会不会在不影响你的婚姻生活下出谋献策 不如你先回答他 他现在不会找到我的 你要知道他要找金融界得高望重的人物 任志光是前金管局总裁 黄东盛先生是汇丰的CEO 排队有排队也未排到 你说是瑞银的董事总经理应该先找你 瑞银也有很多董事总经理 是管理不同的部门 很多人就说 董事总经理 不像你公司 董事总经理 可能是一个 行政总裁是一个 因为我们公司没有多少个人 外资行通常是董事总经理多些 而且始终我们专注的范围 可能一些股票未必是不注重 虽然其他那些都懂 有CFA、MBA或会计 因为你知道你认识很多政经界人士 我认识那些你也认识 我小度消息 我认识四叔的孙子 擺了八日见 你都好像有份出席的人 我听说过 所以某程度上 唐先生和梁先生找到你 我觉得没有可能 三孙子会不找你 我相信 可能之前他们醒不起 今天这个节目一出街之后 他会找你 假设他找你的时候 你不影响你婚姻生活的时候 你会怎样 果然会说笑 这节目果然完全是财经 不是 不是 你不要这样说 不然你开始说 我们很认真 不正经 难道会有其他事发生 有打斗事件 原来是这样 我们很认真 这个节目很持平 我们现在让一些嘉宾 说回他们心目中的话 但我们想找一些家庭观众 未接到电话 未有电话 先不问你 我们想到过2012年1月2日 我想继续做 虽然我答得很正经 是 很正经的方法 不过我都觉得 近期你看报纸 新闻 都开始说 两个业本的特首人船 当然他们每个人 都有他们自己的支持者 亦都每人有他的 除了一个长处 你见了可能 一个有多些丰富的财经经 另一个可能 对地产相关的 很熟悉 似乎你又支持谁 我都不是支持谁 我未知 无关我事 因为我没有投票 所以我都是 谁都无所谓 对香港好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他要找你出谋献策 你会不会 不影响你婚姻生活的一刻 如果到时 我会告诉你 真的不是一天 暂时未见到 未见到 那就是一天 以复保守 对 所以等 好像我另外的事 都等那么久了 所以很多事都等 好的